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 新闻开始带您关心 行政院日前宣布 台湾跟美国将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总统蔡英文透过脸书发文指出 首次的会议将会在6月底 与美国华府登场 这将是台美经贸关系的重要发展 总统表示 期望透过这项倡议 以具体方式深化台美双边的 贸易关系 对此外交部表示高度欢迎与支持 此项新倡议将深化台美 在印太区域的经贸合作 外交部与经贸部门 将会同步推动相关的经贸倡议 并继续争取参加印太经济架构 IPEF 行政院5月26号拍板55亿元的预算 用于观光产业振兴 对象包含了自由席旅行团 观光游乐园等 原本规划到9月1号起才要实施 但是业界认为会错过暑假的旺季档期 交通部与各方代表讨论后 同意将振兴提早到7月15号实施 自由行的部分 每人每晚会补助800元 如果符合打满三剂疫苗 还可以再加码补助500元 等于最高可以拿到1300元的住宿补助 不过每人现补助一次 民众只需要凭身份证认证即可 这项消息一出也让长期低迷的观光产业 纷纷表示乐观其成 台湾游客自6月1号起 只要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就可以申请免费个人观光签证 入境韩国旅游免隔离 但适用的疫苗 仅限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 包含AZ、莫德纳、BNT疫苗 不过却不包含我国许可的高端疫苗 对此指挥中心指挥官陈仁中表示 高端疫苗参与世卫的团结试验 见次有进展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写报告 国内航班4月底才涨过一波 但由于航空燃料价格上涨 民航局宣布 6月30号起国内线的机票要调整价格 平均涨幅4.8% 23条国内航线平均也会贵到新台币100元 实际调涨的价格单程最少30元 最贵到232元 跟踪骚扰防治法6月1号正式上路 台北市依法开出首件书面告诫 由于被害人6月1号向士林分局报案表示 去年底与前男友不和平分手 交到前男友长期传送简讯骚扰 已经申请并合法家暴保护令 不料前男友再度传送恐吓讯息 被害人才到分局提出跟踪骚扰告诉 警方表示除了实体行动外 传讯骚扰也算在内 出罚者最终可以除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